江东小霸王孙策 他17岁孤身一人出道 白手起家打下了孙家的江东基业 跑转度选8年后 却遭暗杀身亡 你说假如我没嘎 三国会怎样呢 我说不用假如 你没嘎 是你爸嘎了 我去 我爸嘎了 公元192年 孙策的老爹孙肩嘎了 他的地牌和部下 都被数量盟友元素给接管了 这时候只有17岁的孙策 除了继承老爹的一腔热血 其他什么都没有 新手包都不给一个吗 没有 你们这些NPC 过分了 于是孙策被迫一转身 袁老板 你就若再生父母 我跟你混了 孙策选择了技术性投靠元素 和老爹孙肩的旧部将们 并肩作战 在实战中 孙策很快发现 自己有战神附体的天赋技能 那还需要什么新手包 直接跳过 面对相当能打的孙策 元素破防了 这哪是惊喜啊 这简直就是惊吓呀 他不会把我也吃了吧 不行 我得给他画个大饼 把他喂饱了 嗯 我就是个大聪明 小孙 去把卢江打下来 也就是卢江抬手啦 孙策一听 转身立马冲出去 就把卢江骏给打了下来 好帅 好棒 鼓掌 不过卢江抬手 我另有安排 年轻人不要着急 以后有的是机会哟 这搞得孙策相当不爽啊 我缺 世上还真有这厚颜无耻之人啊 要么忍 要么狠 要么滚 嗯 我滚 找个机会自立山头 这是待不住了 这机会他说来就来 信心满满的元素 想占据扬州 派兵跟扬州牧 刘瑶 顾差了一年多 终于元素成功的 没有攻下来 啊 那我去吧 那牛瑶 轻松拿捏 年轻人 有冲就 去吧去吧 去啊 冲啊 还没给我兵呢 大毛先了的 你爸留下了一千多旧兵 你带走玩去吧 啊 孙策带着一千多旧兵 迅速的离开了元素 向扬州进防 这一路所到之处 亲朋好友纷纷借兵给孙策 包括他的铁哥们儿周瑜 更是亲自带着人马和粮炒来参战 咦 这江东双臂 正是掩体上线 这一路下来 孙策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五六千人 周瑜 黄盖 城普 吕蒙等江东的大神们 也大多到位了 人已到齐 让对方瑟瑟发抖吧 啊 而此时的刘瑶 正躲在长江对岸的丹阳君 还一品呢 抖个毛线 我有长江天险 孙策这傻小子 怎么打得过来呢 啊 接着周瑜 接着武 刘瑶万万没想到 孙策下令用芦苇做法 夜渡过长江 神兵天将啊 我说是眼花吗 啊 孙策这傻小子真的非怪了 最把刘瑶吓得杀腿又跑 喂 打都不打一下吗 很少信呢 事件那么大 我得留条命去抗探 啊 我就佩服有理想的人 给你点赞 接着孙策率军一路猛追 攻城拔载 迅速占据了丹阳君和吴君两地 孙策又乘胜攻击快计君 在这儿 他遭到太守王朗的顽强抵抗 就攻不下 双方僵持住了 如果你是孙策 该如何破敌 闭嘴 一个NPC话打这么多呢 呃 咦 有了 某个夜里 孙策下令准备了几百个 点了火的油罐 投到了江中 王朗一看江中一片片火光 我去 敌人堵江了 赶紧打 王朗的阻力 收了一下就出动了 啥玩意儿飞过去啊 孙策也收了一下 向王朗君的彻翼发起了偷袭 急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去 老意外了 不好 上当了 快回房 不过此时大家都忙着逃命去了 谁还去回房啊 全乱了 大势已去啊 小孙 孙老板 我投降 嘿嘿嘿 王朗 翔 那边孙策的前老板元素 却正忙得当皇帝呢 没想到冲地意识爽 挨打 泪两行 啥意思啊 意思就是 曹操以汉先进的名义 命令各路诸侯去群殴元素 只要不要脸 世界都是你元素的呗 呸 结果元素被打得四处逃窜 我渴 我想喝蜂蜜 蜂蜜 最后在渴望喝到蜂蜜的绝望中 元素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元素死后 孙策击败了元素的手下 刘勋占据了卢将军 又招降了豫章军太少化新 至此 江东六郡全部被孙策拿下 打下了江东基业 同一时间 曹操和元素 在关渡正打的火热 哇 这可是偷家的好机会啊 我要去偷袭曹操的老曹许多 挟持汉献帝 我也来整一个 挟天子以令诸侯 我就是个天才 高兴 打猎去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还没来得及行动 打猎的时候 孙策遇到了手下败将 许贡的门客偷袭 被一箭射中遍布 都说了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你看 把我的帅脸给处的 公元200年 孙策伤重不治身亡 我却嘎啦 想连25岁